对,羹 羹很有意思 现在的羹是上阳下美 所以很多人解释这样 羊肉汤很好喝 是,是,怎么只能这样讲,对不对 不一定羊肉汤,羊肉糊糊很好喝 所以就是上阳下美 是这样的吧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下面这部分其实不是美 下面这部分是从利和变来的 我们看看几个字就会想到 我们看一下这个羹 利家火,利家火和变成美 我待会给大家看 我们后面有 羹中间是一个高 对吧 这个字既是行 又是生 羹这个东西 显然不用特指是煮羔羊的 煮别的东西也可以是羹 那么为什么用羔羊这个字来代替呢 是因为它同时可以兼做生旁 果然很聪明这一点 五味和羹也 羹就是各种东西扔在一起 才叫羹 按照这个书文的解释 我们这个隔壁有一家什么海鲜粥 大概跟这个差不多 肉啊 糊在一起 顿一顿 亦有何羹 羹或省 你看 有这个没有这两边的 它也是利 这不叫省了 一提了 羹或从美 这个羹省 这就不对了 你看 它就是把下面这个利部分换成了美 大家发现没有 那么利怎么会换成美呢 这个根据是我们现在这个 旁边都没有 对不对 就直接把这个利 变成整个的美了 那么这个字是怎么来的 看古文字很明白 其实它下面跟美没关系 这些就是从利的那个字的一体 我们前面讲那个利 旁边写两个弓啊 其实不是两个弓 只是写的开 为了中间装东西 对不对 最初的时候 它只写的比较开一点 开一点 后来分开了 对吧 就成了这种 这种字 那么下面是什么 下面是一个底儿 对吧 加一个 火 这就是火 火 火 火给你这样写 在国文字里面 这就是山 对吧 对吧 这还蛮形象的 火下面确实是圆的 不是弯的 不一定是圆的了 不是个平面的 对不对 这个特征抓得挺好的 有时候这里会这样点 山上没有点的 山上 要么是零火 对吧 火有加点的 那么这些字 大家看你就会发现 它其实是火跟力连在一起 是这样的吧 当这些字啊 这种火力 力不像力 火不像火 脱离出来之后 就变得跟美很像 其实它不是美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羹字的来源 显然是一个 高 力 火 变成了 所以这个 不是羊肉汤 叫做羹 好 下一个 也是个老婆大难 就是羹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难 很复杂 历来有很多讨论 我们现在讲羹啊 这是 这是 大声话叫 发出你了 汤 是吧 普通话怎么讲 勾过芡的汤 不一定是勾芡 或者说它里面有米啊 或者本来有这个 淀粉在里面 有点糊糊的这个羹 对吧 清水光荡的 不小心 是吧 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 一般传统的认识 的羹就是这个 汤一类 认为这个 古代的羹也是一种东西 但是呢 王立先生有一个 很著名的一个论断 他有很多考证 讲这个羹不是指 特指那个汤 那个那个糊 是指带汤的肉食 他用了很多 举了很多例子 这个词典 这是我抄的是 王立古汉语词典 他答应这个意思 他因为这个汤是后脊 原则是带汤的肉食 连接起吃这个东西叫羹 它的例子主要是什么呢 就左章引入原则 之前还有一句啊 我记得是四肢肉吧 是不是啊 对啊 对啊 就是给银考猪 给他吃肉 银考猪 前面只讲吃肉 我记得没有讲吃羹 只讲给他吃肉 银考猪说 我的母亲 吃过我很多粗略的食品 但是从来没有吃过 军民赐给的这个羹 我要给他带回去 那么他就是用这个羹来指 前面军赐给他的这个肉 对不对 前面根本没有提羹这件事 所以 这类证据可能还有几条 我不记得 这个最有名了 就是说羹应该是那个肉 或者是带汤的那个肉 而不是那个汤 所以王立有这样一个 主要的论断 也指带汤的蔬菜食品 就是有这个荤羹 有素羹 他说他认为这个 后来指这个菜汤 这个菜虎 消息切座 切座这个 这里的羹啊 可能他认为是碗的 或者是这个意思 或者是幼稚 这类的意思 那其实现在看来啊 就恐怕还有问题 我们再看看 再看看这个 这是王立的那个 古代汉语的这个 文化史常识通论 后来也出过专门的书 中国文化 古代文化常识 他讲这个 据说有两种羹 一种是不调五味 不合菜书的 纯肉汁 这是饮的 这很奇怪啊 这不懂 还有一种是这个 加上五味煮烂 所谓五味是 什么什么什么 一种菜啊 反正就是这个 羹 到底是什么 其实是有问题 王立先生的这个 说法 有一个本质的问题 就是没有好好排 所有羹的词语 他找了几个特例 就 当然他受了特例的启发 这就是王立和赵玉才的公式 的差别 对 王立先生就是 他这个 他讲羹代汁的肉食 恐怕是受了某几个特例的启发 就对言对的很准 就推出 又有一些论断 这个问题 其实后来 恐怕不一样 他觉得 食手肉 食手肉 他把肉放下来了 说我带回家 要给母亲吃的是羹 对吧 这个还有点什么问题 这个我 抄的是我们这个陈老师 那篇文章 他里面讲的那个羹的问题 多解释为代汁的肉 并不准确 有研究者综合古书所说的 羹各方面的情况 总结说 羹是调味熬煮 用米糊面调成 而调和而成的浓汤 或薄糊状的食物 还是那个糊糊 而不是那个肉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待会儿给大家看另一遍 羹通常是肉菜加米面 组成的浓汤或薄糊的食物 并指出 这个没什么 对于普通人的日常饮食而言 一半一羹相配是最平常的 所以羹其实就跟今天的菜相当 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羹像菜相当 但古书里确实 这个例子太多了 这个文章举的例子 我只选了一半 稍微选了一点 大家发现 羹啊 它往往是跟食跟饭对 大家发现没有 一单食一豆 羹 一单食一豆羹 食斗是错斗羹 大羹 对食 饭对羹 饭对羹 你看豆饭菜羹 就是说 这个上古时代 这个可能这个普通的饮食啊 是这样的 饭规饭 饭之外配饭那样东西就是羹 对吧 我们从这个 这个例子 我只商量很少 大量的例子 羹饭是 对言关系 说明什么问题 古人就吃两样东西 也不是古人 一般的可能 一个定食 一个盒饭 一个饭一个羹 那么这个羹是什么 羹应该是 各种菜 可能炖在一起 就是配饭的那个 下饭菜就是羹 不是一定 这是一种吃法 一种非常常见的吃法 就是一饭配一羹 一碗饭配一豆羹 这个羹显然不会是一个汤 而是这个 连汤带肉带菜的这么一个 一锅饭 这个日本词很准 对对对 就是把各种乱炖炖在一起 而且用力 用力对 用力就炖了它 就炖了它 肉啊菜啊 可能加点黏糊糊的 炖一块 什么 可能还洗了 这是个问题 这是个问题 那不一定是力的 对不对 不一定一定用力的 总之它是配饭的 就是简单吃法 就是一饭一羹 那么前面这个推论 我想是有道理的 对吧 这个纯粹是一个肉汤 我想这个不大合适 可能是没有肉的 可能是没有菜的 这是乱 一锅炖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